所谓明信渐信的境界应该超越阿罗汉 也具足某些神通应该自己应该知道 请问六族会能大肆会下成就的人 为何还需老实印证 这个印证是有必要的 印证也是教学里面的一种方式 如果没有印证 谭经里面有好像是勇家大使所说的 不是 行册 行册对勇家讲的 魏英王前可以 不需要印证可以 魏英王以后都是要印证的 这个表示尊私中道 你有私证 确实勇家是自己悟的 自己真的开悟了 没有人给他印证 他找行册 行册说我不行 不够资格 你找我的老四 老四是六族 你到曹西去 那么他到曹西去的时候 在一问一答当中的时候 六族立刻就给他印证 确实大成大悟 印证完了之后他就要走 他就要离开 所以六族是 你去的怎么这么快 留一晚上 他在曹西住一晚上 叫易秀族 所以他跟老四的时间就一天 第二天就走了 这个是六族会下 这个开悟的43个人里头的一个 得一印证 就算是六族的学生 这是私证 你有私证的 你得罚是谁传给你的 那你想想看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如果没有私证的话 他过过都说我开悟了 会把这个教学的体系乱掉了 代代相成他不会乱的 换一句话说 他有人负责 你说这个勇家禅思 以后在任何地方 这个设法杜森 他是六族的学生 得有沉船 这个能够取信于大众 确实有沉船 不是自己随便说的 这个一定要懂得 如果沉船失掉之后 这个整个佛法的弘扬会乱掉 那就很麻烦 现在的现象就差不多是这种情形 所以沉船就很重要 我是跟谁学的 我的老司是跟谁学的 这一代一代传下来 不是自己呼召谣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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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